今天原本是香港立法會 預定要二讀逃犯條例的日子 今天上午的時候 就有非常多香港民眾包圍 佔據了立法會 外圍的這些周邊的道路 跟廣場 不過從今天下午三點開始 香港警方用非常強勢的做法 強勢的清場 強勢的鎮壓 其中包括動用了大量的 包括所謂的布袋彈 什麼叫布袋彈呢 他其實是一種散彈 雖然不會立即致人於死 但是他裡面很可能是小小的鋼豬 或者是綠豆 他在打出去之後會散開 就很像散彈槍一樣 所以他攻擊的範圍是很大的 今天香港警方也承認他們使用了 包括這樣子的叫布袋彈 以及非常大量的這個是煙霧 催淚彈 然後還有用大量的橡膠子彈 香港警察開槍了 而今天根據香港的媒體報導 至少有二十多個人已經受傷 香港其中有多人是因為重彈倒地 而今天我們看到許多很血腥的畫面 當然在畫面上無法播出 是有人頭部重彈昏迷的這些相關畫面 香港警察也用警棍用非常強勢的方式 驅離了現場的民眾 不過一直到現在還是有許多的香港民眾 在包圍著立法會周邊的道路 有一點是像是貓捉老鼠打帶跑的 這個情形 這個情形會持續多久 而今天這個鎮壓的動作 會對未來香港造成什麼樣的衝擊跟影響 今天好好來分析 介紹今天三位特別來賓 特別歡迎是之前也上過我們很多次節目的 香港銅鑼灣書店的前店長 林隆基 林先生你好 你好 台灣朋友好 我很難想像今天下午三點開始 就用這麼大的動作鎮壓 為什麼 跟之前有什麼不同 之前那個有開槍嗎 沒有啊 之前如果是戰衝的話 我看到是用大量的催淚彈 對呀 其實他們可以說是這個不幸 我剛剛看了一個片段很難過 我 比方我一個香港的學生 我剛剛聽他說是糊了 很難受我是香港人 看見香港人現在的年輕人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國際上相信大陸政府 給我們的一國兩制 給我們的高度積極 臺灣人應該要看一看 擦亮你們的眼睛看 甚至香港警察變成是大陸的公安 我有個片段 一回你播出來看 我們等一下再來好好談一下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背後的原因跟之後的衝擊 會是什麼 再來歡迎第二位特別來賓 是臺灣非常重要的知名作家 之前也是臺灣在香港光華文化中心的主任 我們歡迎評路 評路老師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您在香港待過很長一段時間 很長一段 特別了解香港的民眾 以及香港的政府 你能理解今天的事情嗎 怎麼說 就是雖然是不能理解 其實一直在擔心 甚至一直在 就是一直在隱隱然的 覺得它會發生 就這幾年來就一直看到 是兩輛火車在對撞 就是一方面是北京的意志 一方面是香港人的意志 然後這兩輛火車 就這一次真正的就是迎頭撞上 而且兩輛火車如此懸殊 就是北京是這麼大 香港這麼小 其實香港的悲劇性一直在這個懸殊性跟差異性 那麼今天對很多香港人來講 就是其實至少是最後一億的開端 就感覺上已經退無可退 所以特別是悲劇性 再歡迎第三位來賓是在台灣念書 應該是出生在香港的在台的香港學生 Catie你好 你好 各位好 您應該有不少的朋友同學 參加了今天去包圍立法會的行動 對 我當中有一些 在台灣念書的朋友 他是特地回到就是香港那邊去進行 這一個集會的 所以其實當中也有一些朋友 也有罷工罷課 來去到那邊當中 去進行這個集會 是 是 等一下再請教您 學生們或是青年們在想什麼 為什麼一定要用所謂的 我最近一直看到一句話叫做 寧願站著死 站著而死 也不要跪下來 活下來 我們歡迎我們透過電話連線 不過可能也要跟觀眾朋友說聲 抱歉是我們原本預定今天要連線 包括前立法會的議員 羅冠聰以及朱凱迪現任的議員 但是因為他們都在現場 而現場的訊號完全不通 所以無法連上線 我們現在也是透過電話連線 給香港科技大學 社會科學部的副教授 陳明 陳老師 您在現場 你好 你好 您今天應該也是全程 看到香港警方的動作 對 今天 今天的眼睛都 都對著幾個電視台的鏡頭 對 你怎麼樣看 或是你怎麼樣理解 我覺得很荒謬 就是說很明顯 今天參與主要的人就是年輕人 裡面我知道有不少的大學生 可能有些是我的學生 也有其他大學的學生 還有一些可能是中學生 我們看過去幾年的文調 很清楚的這些年輕人 他們都覺得 捍衛香港的人權 具有一國兩制還有法制 還有他們那個很強烈的 就是香港人這個身份認同 這些都是他們很主要的 就是我們這個和聲的價值 然後今天這個所謂 我們看幾天前 香港出現 從違規以來 最大的抗議的人權 那是一個和平的思維 然後我昨天也說過了 上個禮拜 我們弄的一個港委託廣大 香港大學弄的文調 有幫助六十六的市民 也反對把香港人引導到大陸 這個反對的比例 跟贊成的是比例 不過陳老師我可能打個岔 今天香港警方是很直接的 把今天的抗議行動定調成叫做 暴徒的騷亂 因此必須要平定這次的暴徒騷亂 你如何看待為什麼香港警方 會做這樣的定調 以及做這樣子 一個強勢鎮壓的動作 我覺得很明顯 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就是 他把這個抗議定行為暴動之後 就可以合理化 他今天用的 你剛才搓頭 最初說的一些很爆裂的鎮壓 比如說用什麼幾檔幾檔 說錯交檔等等 還有第二個也是很重要的 雖然三天前 香港有差不多一百多萬的人出來了 但是我們的 就是北京的快樂的特首 人間約我 他到今天還是強調 這個法律的制定 是不可以再拖的 其中的理由就是說 因為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演藝房 他可能殺掉了 在台灣殺掉了一個人 當然他說的很多理由 就算台灣的陸會 也不同意 也反駁了 起碼戰變 所以為什麼那麼多的 不單是年輕人 就是文調反映的 還有一百多萬人反映的 也是整個香港主樓的中產階層 一點的暴力 是 相反他們可能覺得 他們真的很勇敢 就是 願意走 起來 去捍衛香港的最重要的 這些 加計跟嫉妒 我待會兒要再請教 陳明老師說 是說這一次的事件 對香港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不過我們來看看 今天在香港立法會外 發生了什麼事情 十二號下午三點多 示威者開始衝撞香港政府總部 與立法會 警方舉紅旗警告 以警棍制止 隨後連續釋放催淚瓦斯 趁人群退散之際 推進防線 雖然部分示威者戴著口罩 挖進 有備而來 仍然被嗆得四處走壁 之後現場有消息指 警方還發射了鎮暴用的小屁子彈 繼二零一四年雨傘運動之後 香港市中心再一次出現了這種 強力鎮壓驅散的場景 為了阻擋香港立法會 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 進行二讀 十二號一早 示威者就陸續包圍立法會 跟政府辦公室 突破路障封鎖 擴散到周邊的龍河道 下雀道等兩條東西項 主要幹道 有人重新排列警方路障 用來阻擋 有人高喊撤回 惡法 有人唱著對法案說 哈雷路亞 抗爭秩序大致平和 由於示威人潮太多 立法會主席宣布延後原定 十一點進行的二讀 恢復辯論的時間尚未決定 不過抗爭者堅持不離開 現場一度下起大雨 人潮卻越聚越多 京中地區八條主要幹道 全被佔領 重演二零一四年雨傘運動 戰中時期的盛況 年輕時代再次大舉站出來 泛民主派議員 重申絕不退縮 一定會在議場內奮戰到底 香港政務司長張建宗 稍早表示 逃犯條例只是針對一些 犯了嚴重罪行的逃犯 不會把思想言論犯交給中國 草案也加強人權保障措施 要求示威民眾儘快離開車道 不過港人不相信中國的司法制度 再次高分貝拒絕見到香港人 被送去受審 記者 蘇貨中報導 林先生我要請教你 根據香港警方的說法 是這些民眾先用 包括其他的像是棍棒 雨傘 或其他的這些武器攻擊香港警方 香港警方才會把這一次的行動 定調成叫做暴徒的騷亂 才會使用像是布袋彈 催淚彈 橡膠子彈等等的情形 你看到的影片似乎 不是這樣的一個說法 我現在先說一下 我現在播的影片給你看 就是這個就是 香港給大陸統計下 香港警察變成是大陸的公安 對年輕人所犯下的罪行 這個就是我們過去天真地相信 中國大陸順手他的承諾 開始一個兩次 現任的台灣人你們看清楚 我剛才播的影片 林先生你必須轉過來 我們才能看得到 不是的,他做什麼 不是… 不是吧,糟了 糟了 糟了 你們是四個人 這段影片我也是剛剛 現在第一次看到的 他是一個抗議的民眾 在被警長 警察拖到後面去毆打 沒有啊 東東街又毆打 還是你看 超過五十個 他手不穿 穿貼 是 你有什麼道理 把他只用傷害 這個是相關的年輕人 你剛才說的 相關的年輕人去 很激烈的 傷害相關警方 這個片段說明什麼東西 很清楚 全世界都看見啊 我很難過的 本來相關警察不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一個兩機下 現在相關的情況 台灣人要看清楚 真的要 你們還相信一個兩機嗎 一個兩機怎樣下 將來他 這個年輕人回去相關怎麼辦 反對中國政府的話 反對相關政府的話 就是用這個鋪力的手段 今天 昨天我們也 公共電視也派了一名一組記者在現場採訪 在剛剛的時候 我們的記者黃立委 其實也受到警察的攻擊 那也受傷 不過呢 他還是非常靜止的 把他之前拍的一段影片 以及在現場做的一個連線的一個報導 把他的畫面很順利的傳回來 我們先來看看由公共電視記者黃立委 在現場所做的最及時的報導 好的 主播各位觀眾 現在記者是位在香港立法會周邊的金鐘道上 我們也看到呢 現場還是有非常多的抗議群眾來聚集 而對面就是香港的警力 而在稍早的時候 他們進行了一波驅離的行動 而且還發射了催淚瓦斯 完全沒有預警 不分媒體還是看見群眾 就直接發射了攻擊 我們來看看現場的最新情況 好了 我們可以看到現場呢 還是非常多的抗議群眾來聚集 香港的警力呢 現在是還是聚集 在這裡沒有離開的情況 不過呢 現在已經把馬路的路權給奪回來了 我們可以看到呢 現在抗議群眾還是一直在現場 整個金鐘道呢 目前車子是無法通行 抗議群眾呢 甚至還佔領了這個金鐘站的出入口 不排除呢 警方還會發動下一波的虛擬行動 我們記者隨時為你來掌握 把鏡頭交換彭令 不過剛剛我們公共電視的記者黃立委 因為那個受到催淚彈的一些攻擊 所以他其實眼睛是在受傷的情形下 剛剛做的那一段連線 不過再請教一下評論老師 很顯然香港警方是在很早的時間 就啟動的強勢鎮壓 為什麼 有需要這麼早嗎 因為要立下 那就是先報後證的一個基礎 所以這個必然是原先就已經計畫好 就是把這次事件 如果不能夠照就是林鄭的希望 很快就能夠通過的話 那麼就要讓他變成給香港市民 一個很重大的教訓 所以這個我想是鋪排的劇本 至少是非常可能的劇本 所以當一旦事情已經往 就是衝突的方向推的時候 所以就把它框架成先報 而後證所謂的震報 所以這個在當然在臺灣過去 也有過很多就民主經驗裡 我們看到很多的例子 是 是 是 我們今天也跟我們一些 比較資深的記者們在聊說 其實以前五二零 臺灣的農民運動的時候 也都是用非常殘暴的警察的方式 在鎮壓民眾 不過我的理解是說 之前不管是說反國教 乃至於零三年那時候 五十萬人上街頭 一直到這幾年像是占中運動 占中運動當然有很強勢的鎮壓 平息的動作 可是沒有用到誰的什麼布袋蛋啊 橡膠蛋啊 吹著 吹著瓦斯都有用啦 那顯然這一次在武器上 是用更強的方式 在處理民眾事件 有必要嗎 他不會得到很大的 有必要嗎 其實 我跟你說 我們可以做一個比較 二零零三年 我們是反對那個二十三條 是 當時有五十萬人去想接 好 那個五十萬 跟現在的二零一九年 缺過一百萬去想接 我們可以做一個對比 為什麼五十萬 可以反對那個二十三條 我們是成功了 是 把它拉下來 好了 現在二零一九年 人數是多了一倍 反正我們看這個條例 很可能會通過的 為什麼我們探討這個問題 可以做一個比較 其實很簡單的 也不複雜的 二零零三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管制的人是溫家寶 跟吳敢濤 相對來講是一九九七年 舉例是五年 是 他不可能那麼快 把香港 是 從一個管制的手伸過來 因為我們相信你啊 還有一個過渡時間 是 現在是二零一九年 拿權利的人是習近平 你看 香港是很明顯的 是受中國大陸 一個人質的關係所影響 那個對比很強烈 甚至我們看那個 他的管制越來越嚴的話 其實我們從那個二零一三年 他是二零一二年上台的 二零一三年的時候 提出有一個很重要的 叫吃不講 吃不講就是說 反對那個三權分立 不談那個普世價值 不要人權 不要原文自由 都是一個國家抗控制 一個管制的方式 然後我們現在應該很清楚 現在這個送中條例 不是香港政府提出來的 其實很清楚 所以你看二零零三年 我們只是五十萬人上台 就可以把這個二十三條爛上台 現在是二零一九年 是習近平上台 把這個對香港傷害很大的 等於是說到藍天一點 通過這個法律 把大陸的法律 通 放在香港去 是 執行 是 好了 對 那這個是分析起來 就是很強烈的 因為我們是受大陸的 遠距的關係 有影響 簡單說就是 現在就非常非常 完全不用遮掩的 就是要一國一制 就二零零三年的時候 那時候是溫家寶他們 跟曾應全 那時候 就二零三年二十三條 擋住了 而且好像當時海田北俊下台 等等一些事情 那到了今天就是現在的林鄭 比起曾應全 對北京更沒有任何說話的空間 是 所以而且林鄭可能比當時的 Donal曾更沒有自信 所以就完全照著北京的劇本 而且在很多的時候 就是明明應該 譬如說應該 包括跟北京中南海講 都說這個事情要緩一緩 要行不得 都沒有做 是 所以實際上這次的衝突 呃 我們我們外面人來看 當然我們都不是外人 我們今天就 我想我們都是香港人 都還香港人 今天真的是這樣 可是就是怎麼樣來看 這次的衝突 完全不但 不但愚蠢 沒有必要荒謬 而且顯示出就是 北京對於香港已經完全不在意 他所原來還在意的一點點的面子 或在跟西方世界作為一個橋樑的角色 或者是獨立 獨立關稅區所帶給 呃 中國內地 所謂內地的一些利益 現在是完全這些都不重要了 剛才你談到那個為什麼現在要出那個槍 他那個部隊打 是 因為很明顯 中國政府跟現在香港那個政府 殺了一道洗的命令 你這個命令你不完成的話 這個政府 人間於我 你不要當 是 所以你看 香港特首的權力來源 不是來自香港人民 而是在北京 我們沒有選出權 是 對嗎 是 然後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 反而是 那個發展是正常的 現在我早上跟一些朋友談過 也公開說過 很擔心 會發生這種事情 現在真的要發生 因為我早上已經說 很擔心香港的年輕人的安全 我也特別要請教Cathy 就是說從年輕人角度 從香港年輕人角度 為什麼 明明知道很難去改變 整個香港現在的政治權力結構 很難改變未來香港的命運 但今天還是都站出來 我們來看看 今天警民是如何衝突 而警察是如何對待這些人民 想要發生 我們來看看 香港特首選 都消防 香港特首選 香港特首選 好,好,好,好 因為陷於畫面版權的問題 其實我們並沒有很完整 包括警察開槍的這些畫面 如果你其實到網路上去 特別是在Facebook 那包括香港電台 包括香港蘋果 都有非常完整 今天的整個鎮壓的這些畫面 那因為我們並沒有取得合法的版權 所以沒有辦法把這些 真正完整的畫面播放給大家 大家上網都可以看到 我再請教特技 為什麼明明知道說 今天可能會有很大的生命上 身體上的安全問題 還是要創除 因為其實這一個方案 如果這是 我們從六月九號一直 就是講這個方案 其實不是說 對台灣人沒影響 其實對台灣人也會有影響 因為這個方案一通過 就是你犯了什麼罪 就是譬如說 你講了一些話 就是中共他聽不 就是聽不順意 他不喜歡的 你就會就是 陷入一個困境之中 就是你會有危險 所以其實變成 只要我們這一次是 應該是對我們年輕一代 是說最後一個反 是反抗的防線 這如果說萬一這一個通過 因為二讀 這個通過之後 統一的會議就會三讀 通過了我們都沒有辦法 再就是去就是 把這個議案再抽起來 所以變成一通過 他們這個逃犯條例 一通過之後 我們萬一有一天 我們說我們不喜歡 中共的什麼東西的時候 講了一些不好聽的話 我們也會面對 這是被送去中國 受審的這一個 不過剛剛林先生也特別關心你 或是之前也好多年輕人 來上我們節目 那對共產黨的政權的統治方式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批評跟意見 你會擔心你在台灣 念完書之後回香港 會遇到那些問題嗎 政治上的破壞 其實因為我自己的學 學系就是念政治相關的 所以其實我反而覺得 因為在香港裡面 我們的教育一直都會有 講中共的一些 就是立場 還有我們自己香港的一些 立場有一個通識課 他們會叫我們批判去思考 其實對於在台灣 一個不同的地方去念書 可能面對的一些政治的體制 是不一樣 但是反而如果說 我們不能說因為體制不一樣 我們就要怕 其實因為我們在香港已經接觸過 這一種的教育的時候 不論我們在哪裡念書 其實我們都有相關的一個知識 是我在透過電話連線 請教香港科大的副教授 陳明成老師 不過我們先來看看 原本這個逃犯條例的修法 騎乘是什麼啦 本來是今天要恢復惡毒 可是三四天前 一百零三萬個香港民眾走上街頭 抗議逃犯條例之後 包括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說 騎乘不受影響 繼續要在今天恢復惡毒 但原本立法會的主席 梁君彥說 不但不受影響 恐怕還要加快整個表決的騎乘 加快表決的速度 那原本大概是說呢 可能很快在幾天內 就希望可以順利的把逃犯條例 三讀通過 也就是說不管你一百萬人 甚至你兩百萬三百萬人 好你全香港都出來抗議好了 也不必然會改變 這次逃犯條例的修訂 那不過因為今天立法會 是被癱瘓掉的 所以今天原本要預定惡毒呢 是被迫延後 延到什麼時候不講 那是不是不會通過呢 恐怕也不可能 我再請教一下陳明稱老師 這件事情 包括說幾天前一百零三萬人走上街頭 包括今天這麼激烈的衝突事件 為何無法撼動這一次的立法程序 最簡單來說就是說 香港今天的政治制度 已經越來越接近那個我們叫獨裁的 或者說威權的政體 然後但是就算 就算在下個禮拜這個 那麼不受犯人的條例 真的通過 我覺得過去一個多星期 包括今天的發展 還是會帶來一些 對香港未來很重大 也有某些意義的一些後果的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現在反對條例的人 不但是所謂在2014年 支持雨傘運動的 所謂民主運動的一些最終身的人 還有很多本來比較保守 或者是本來是比較贊成政府 也不覺得民主那麼重要 現在這些人有很多反對條例 因為各方面的原因 所以整個政權的應收性 或者合法性 會受到一個很嚴重的條件 然後第二個有些相關的 所以現在這幾天網上 在這個社交媒體 已經看到很多很多組織提出了 在今年年底的地方選舉 跟明年的立法會選舉 這個選民應該都要 然後用他們的票來懲罰 來稱政府的政黨 這個可能是很重要的影響 還有第三個就是美國 美國國會包括民主黨跟共和黨 他們今天在香港 今天新聞看得到的 特別是民主黨的發言人 他說一國兩制受到那麼大的衝擊 因為這條條例 然後一百多萬人走出來 所以他會在國會 真的會提出要檢討 香港的一國兩制 所以可能真的會在香港 或者中國共產黨 抠成某些很實在的壓力 是 不過陳老師您對香港的民意 在香港 以及您做一個 那個社會科學的研究者 你更清楚 那在今天的事件之後 原本中間的 因為我們在昨天也談到說 在之前包括港大做了一個民調 中大還廣到我一下忘記了 還是有一大部分 比例是一般般 也不支持 也不反對逃犯條例 這些比較傾向中間 沒有意見的民眾 在今天過後 是會比較傾向支持 還是反對逃犯條例 他會比較站在學生 年輕人那邊 還是比較站在警察那邊 我覺得可能會很難 現在很難說 因為要看 那麼差不多 你們昨天說的中文大學 大概是一分之一的 也是贊成的 他們可能比較是看 稱政府的媒體的 那麼這些人也可能 受到稱政府的媒體的影響 有不少會把今天發生的衝突 理解為是一些報名的行為 但是還有一些人 他還是不惜看政府的媒體的 所以有些人可能會對於政府 那麼高壓 會有一個反感 然後我們弄的文調 我們透過香港大學弄的文調 其實它的比例是 86%是反對把香港人 引導到中國大陸的 反對的只有87% 反對的溫的方法有點不同 所以我覺得我比較樂觀的是 今天發生這個事情之後 我也有更多的中產階層 我也更看得清楚 這是剛才陸屏小姐說的 就是中共透過這個法律政權 越來越不倦重香港本來的 一些傳統的家具 就是很 越來越變得獨查耶 那麼年輕人的反抗 這位洋群 這位洋群 這位洋群的更多人的同情 那陳明老師我最後請教您 在今天六一二事件之後 您認為對香港未來會有什麼影響 是所謂的中國北京方面的政治壓力 會更加赤裸裸 更加不掩飾的進到香港 是代表著香港未來追求民主自由 可能是一個很大的挫敗 又或者是說 他很可能是香港未來的一個很大的改變的機會 我覺得兩方面的作用都有的 有些人會很虛萬 就是很虛萬 就是發了那麼多的 就是勇氣跟工作還是失敗 所以也有些中產真的會加出他們移民的決心 昨天的文調也說過了 是 然後也有一些中產跟比較有錢的人 把更多的錢調到海外 這個我們昨天的文調也發出 這個比例不少 差不多一半 然後當然是另一方面 對於很多不想離開香港的人 也有一些他不能離開的人 他們對於整個北京跟香港 這個越來越獨裁的政權 反感就會越來越增加 然後這個增加就會令到他們 越來越有某些人 起碼某些人 就會越來越願意付出更多的努力跟錢等等 去抵抗這個獨裁的政權 所以這個零敞在很多方面 現在比較可能很難說 總體方面是哪一個比較多 是這個互動的 當然還有美國的作用力 也是一個因素 了解 非常謝謝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的副教授 陳明 陳老師 跟我們做的即時的電話連線 謝謝陳老師 不過再請教一下評路老師 其實這十年來 十多年來香港抗爭是不斷 而且是一波比一波大 在外面的人來看 特別從講話 你們就是一個國家 你們就是在中國 一個中國下的香港 你哪有什麼所謂的自己 去爭取自由民主的空間 但在這樣悲觀的氣氛下 香港人還是越來越多人 站出來爭取民主 我們來看看 從二零一二年的時候 所謂的反紅色國民教育 就是洗腦教育 那個時候有擋下來 紅色國家有擋下來 一三年爭取真普選 那後來當然就是一連串的 包括雨傘運動 或者是說我們叫戰中 然後就一連串的 那中間還有很多很多的 這些事情 可是最後我們看到像是 戰中的這九指 通通都被判刑 香港政府認為說 我透過司法把你抓起來 我透過警察來去平息 你們這些的騷亂 就可以壓下來 我想問的是六一二 今天之後香港 你認為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香港實在是一個就是讓我們都覺得 他確實有他的悲劇性 就是這個 這個坦白說非常難過 可是我是這樣覺得 另外一方面 香港人民都有台灣人 人所看不到的那種堅毅 所以壓力越大 就譬如很 就這些年來 獅子三下的精神 還是在 就是那個部分 始終是 就在我心裡 就是最 也是心疼 也是 覺得非常 就是非常 不捨 可是這個悲劇感 是在的 就是我們完全沒有任何一點樂觀 說經過這個事情之後 會有轉換 或是林鄭月娥代表的香港政府 這個區塊 或者是北京 會因此就變得比較手軟 應該可能不會 反而是我們看到 就是香港 因為譬如說 因為這件事情之後 大家會感覺 尤其西方世界 就覺得香港 已經更加變成 一中就是 就是那個 一個中國的 這個部分的時候 在今天以前 關稅 對我覺得關稅 就是原來的獨立關稅區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香港繁榮的 一個保證 那一旦這個 拿走之後 一旦這個位置改變之後 香港很可能 就是很多的 就是某個意義上 百頁都可能受到影響 我舉我最熟悉的媒體來講好了 台灣現在的政策法令 還是認為說港資不是中資 為什麼 我們認為說港澳 不是中國 跟他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們會有特別的這些處境 然後英國 美國 世界各國都是一樣 他說因為你一國兩制嘛 香港以前是英國的嘛 他也享有所謂的那個 比較民主法制的這個社會 所以你在稅制上 在金融 在關稅上 都給香港不同於中國的待遇 可是很顯然 在今天過後 看起來 香港跟中國 越來越走在一塊 你很難說 這個叫做一國兩制 這個就叫一國一制 不過林先生 我要請教你 我們之前並沒有好好談一下說 您之前在香港經營 很重要的銅鑼灣書店 這是香港基本法 賦予所有香港人民的 包括言論自由 出版自由 那以及像今天的這些叫做 集會結社自由等等的 可是呢 你在香港 享有最根本基本的出版自由 這個動作 跑到中國大陸去呢 變成非法經營罪 剛剛陳銘老師也談到很多 現在還是有很多香港民眾認為說 學生就是報名嘛 所以一定要鎮壓嘛 這些人就應該要抓起來嘛 很顯然很多香港人 特別很多台灣人 以及更多的中國人 不知道逃犯條例 究竟對於人權 對於司法 造成什麼樣的傷害 原本在香港 你是百分之百的出版自由 跑到中國大陸去 扣上你一個非法經營罪 而然後你就被迫要認罪 然後你就成為罪犯 然後你就被通緝 為什麼你要被迫認罪 如果你完全清白 為何要被迫 你在台灣媒體也談到說 那二十天你經歷了 慘無人道的日子 究竟你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一個給中國大陸 好像我一樣 關押起來的人 沒有一個是不可能不應罪的 因為他給你一個精神壓力 大到你很可能要用 用擊殺來解決這個問題 你看他給你壓力多大 他可以迫使你去 沒辦法 要自己去了斷 然後才可以解決你 失去自由這個情況 他壓力非常強大的 你看有什麼方法要人去要 要擊殺這個 走向這個 這個最後的 那個選擇 中國大陸可以做得到 他不用傷害你的 他的精神上 折磨裡就可以做得到 所以你看我最近 我在香港是 只發過一場奧夢 就是夢中他們要把我綁走 我過來台灣以後 發了兩次奧夢 上過禮拜 有一個很慘 那個交流出來 有幾個省份我的人 要過來綁我走 我很害怕 我交流出來 本來應該叫綁架的 我叫他打劫 因為我太慌張了 人家想起來 很擔心旁邊 咖啡我有朋友一起住的 我很擔心我的教育弄選他 你看 所以這個也可以看到 就是 這個是心理傷害 是心理傷害 而且就是對香港來講 司法獨立 是太重要了 就是你只有在 無罪推定的原則之下 人們才有那個基本的保障 但是這個逃犯條例之後 就所有那個撐起香港 無論是外人看香港 或者香港市民 就是那個最基本的一種 跟尊嚴相關的安全感 都應該說是蕩然無存 所以為什麼這個是最後一役的原因 現在我還有一個是希望 就是 因為你觀察其他現在是 二月多還沒有辯論 還沒有通過 是 這個是很清楚 雖然我們 我們知道他很可能會通過 都現在為止 其實香港有一些很重要的人 沒有跑出來 你知道是什麼嗎 害怕 不是 我們現在 我個人的希望 北方 叫好像公司做事的 有沒有跑出來抗議 罷工 大公司還沒有 台灣那個整個香港的飛機場 是 很多都是香港人 另外一個是公車的 有沒有停洗 沒有 還有一個是 我們香港叫地鐵 裡面叫捷運 有沒有停洗 沒有 還有一個是 很多的商店 有沒有開 還在開 最後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香港 中環裡面的 搞金融的投資的 有沒有罷工 把香港那個金融的交易 停下來 你不用搶他 三天 了解 這個條例就肯定不可以通過 我也剛好 林先生聽到這個 我們來看看 因為其實香港各界 已經開始醞釀要做這個 全港的大罷工 大罷客的行動 我們來看看超過四百家的公司 在網路上連署要響應罷市 餐飲媒體零售法律 醫療教育等等的 那社工也說 其實社工我們昨天也談到 社總就說 今天要開始罷工 香港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說 今天彈性上班 那包括匯豐 橫生 渣打 都只有今天 接下來會不會有更大規模的動作 不曉得 不過香港教育專業人協會呢 就已經說 這個禮拜要發動全港的罷課 那大專院校的老師呢 要配合罷課 小學老師呢 回校罷教 在學校但不教 然後呢跟老師跟學生解釋說 為什麼我就在你面前 但是我不要教你課本 關鍵就是香港的未來的情形 家長可以自己決定 要不要讓學子女呢到學校 七所大專業小學生會 也發動罷課 包括中文大學 理工大學科技大學 城市大學教育大學 等等的七十所超過中學的部分呢 也發起連署罷課 接下來大家很關心的是 香港在這一兩個禮拜 會不會有所謂的全港大罷工 大罷市大罷客 抗議群眾佔領香港立法會周邊 癱瘓周邊交通 不只如此 六一二反送中行動再升級 還有不少業者機關團體響應 發動罷市罷工罷客行動 六一二香港大罷工 不過今天是禮拜三上班日 參與罷工行動的店家 並不多 我們來到銅鑼灣這棟十八樓的店家 是玩具店 貼上了東煮罷工休息一天 直擊香港銅鑼灣 罷市店家並不多 甚至還有對外發布參與罷市 卻還是開店 不過像這家專賣魚蛋的連鎖小吃店 扎哥 則直接關門不做生意 反觀四周店家幾乎全部營業 有店家無奈表示 因為香港的店租昂貴 光一天不做生意 就損失懲重 小店小吃店來講 提供一天就大概可能港幣是五萬 然後接算台幣是二十萬 不是不罷工 是因為他們的生活壓力太大了 那其實就我了解了 我其實有四百多家的商戶 就是參與這個行動 我們生意可以站回來 但是那個香港的自由 或家屬中是無價 不過生意團體表示 除了店家還有社福機構 環保團體響應 以及港龍國泰航空 也發起罷工連署 另外還有不少學校 也加入罷課行動 對於響應反送中行動 以罷市罷工因應 部分的香港民眾認為 實務執行上有難度 不太支持也不太反對 現在我覺得可能是要慢慢來 再多談一點 沒辦法就是要養活家庭 而且公司是中資公司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由於目前香港立法會 逃犯條例二讀宣布延期 生育團體表示 還要觀察整體的社會氛圍 如果香港政府 執意二讀不顧民意 不排除再發動下一波 霸市罷工 Bug行動 記者黃立委 謝正玲香港報導 不過Katy我換個方式問您 就是說您當然 你對那個逃犯條例的 態度很清楚 可是你的家人 你在香港的親朋好友同學們 怎麼樣看待這一次的條犯條例 又怎麼樣看待香港 在一國兩制下 接下來會遇到什麼問題 會如何發展 其實對我親友來說 有一些是已經一陣子沒有出來社運的 只是這一次他反而出來遊行 因為他相信是 他們並不會說 因為他們的眼裡面看是 就算他有一個人犯了錯 他就是整個案件都是因為 就是官方說法 是因為陳同家 他就是殺了人馬 然後把他送回來台灣 所以才建立的 那麼很多人也總是覺得 你犯了法 你則要接受這個懲罰是對的 這個從小到大都是叫這個東西的 但是是很多一些人都會想 就一些 就不要連長一倍的 會說 這個其實政府你是跑太快 這這個政策 你 你之需你沒有很長 而且你沒有考慮很清楚 這你沒有考慮很仔細說 你這一個政策會影響到一些 可能商業上有影響的 然後還有一些政治 這跟中共一些立場不 這不同的人 他們的安疑 是他們會不會很危險的這一種 他是默示了這一些 就打算過這一個政策 我接下來問題 請你不要回答你自己的那個價值觀 我真的很擔心以後 你可能會受到影響 但我們根據香港大學 這做了從一九九七一年以來 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香港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 還是是中國人 是中國的香港人 還是香港的中國人 或者是純純粹粹 他就是認同香港 不認同中國 很顯然那個趨勢是非常明顯的 香港人越來越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越來認同就是我就是香港人 不是中國人 為什麼 香港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變化 你就不說你自己 你所看到的香港社會是 香港社會看到的是 因為如果我今天說我是中國人 我就會好像是融入在一體 中國一體的裡面 所以變成的話 就是不要讓就是中共有位子 進入說 我是你 因為你說你是中國人嘛 所以你不用享有一國兩制啊 就是跟好像新疆他們一樣啊 就是用同一個方式生活就好啦 你為什麼你還要一國兩制呢 那種感覺 所以這變成我們原本要的高到自治 還有就是民主自由都已經消失 所以變成我們會說 我們是中國人 很容易理解 香港人之所以香港認同越來越高 中國認同越來越低 是香港人希望自己習以為常的自由 民主法治 對 不要被改變 對 不要消失 所以他越來越不想認同中國那一塊 不過我再請教一下平老師 就是六七零年代的時候 全世界都有那所謂的國民性格 說實在我不是那麼能夠理解支持 所謂的一個國家一個地區 會相同的性格 可是你剛剛一直在談到說 香港人跟臺灣某種程度很不一樣 那個韌性之高 讓人家必須要敬佩 我們來看看這一連串 說實在一連串的打壓 並沒有把香港人追求民主的這個意志打下去 零二年要求說 香港基本法要立二十三條 就是不能叛國啦 什麼叫叛國你說的算啊 我主張民主自由 你認為是叛國就被抓去關了 所以五十萬人上街 這個東西把它擱置下來了 一二年呢 反國教 那也是非常非常多香港人走上街頭 也擱下來了 一四年呢 中國的國務院公佈白皮書說 兩制齁 只能從屬一國 你不要香港人看到後面兩制 我談的都跟你談前面的一國 沒有什麼成的兩制優於一國這件事 然後呢 香港呢 當然在這件事有很大的反彈 可是我們再來看看銅鑼灣書店 明明是出版自由 不管你要出誰的情史 那都是你的出版自由 你如果說污蔑你去告他嘛 對不對 但林荣西呢 書店停業 人被抓 所謂的那個叫做非法經營罪 立法會的議員明明都已經選上了 硬生生這個叫什麼DQ 就是那個被剝奪他們的議員資格 都選上了喔 只是因為沒有好好宣示這件事情 然後呢 北京為特首選舉定下框架 香港人一直在爭取的真普選 最後落空 佔領中環 這佔中九指 通通都有罪 但很顯然一連串打不下 香港人的自由意志 為什麼 因為香港人 我剛剛講堅韌喔 也許這跟國民性格無關 但是在那樣的生存環境之下 看到最基本的生活方式 都可能被改變 就我平常喜歡去吃的 拿一個攤子 也馬上變成周生生周大福 為了為了完全是攻擊 這個大陸人來買東西的店 就是說這一些生活的改變 就已經危及到我的生存自由 我的生存尊嚴 以及香港整個就是香港人 已經非常非常根深蒂固的 認為我是法治的地方 就如果連這些都改變的話 我相信香港人不但會站出來 而且會站得比誰都直 比誰都久 我覺得這是香港很 就香港人很大的特性 而這個部分往往是 就是我們臺灣這麼近 可是我們卻疏於了解 或者是疏於去更 就更可能的伸出 各種的元首的部分 剛剛林隆基先生也談到說 其實對臺灣有很多中心的建議 提醒或是警訊 今天其實包括臺灣 不少的團體學校 也都發起了聲援香港 稱香港的這個動作 我想問一下林先生 這件事情對臺灣究竟他 該怎麼解讀 該得到什麼教訓 比方我們剛才可以談到 有一個是為什麼 年輕人有一個身分認同的問題 這個很簡單的 身分認同 身分的認同 你看 剛剛開始九七年 給大陸管制 還是相當多的 香港人 因為自己是中國人 這幾年變化很大 變化到 可以說他 你看 這個過去 發生香港的大陸管制 才發生一連串的事件 香港人都知道有幾個模特兒 那個選擇權也沒有 被選擇的權也沒有 選擇那個語言叫拉薩蘭 本來是還有一個是 裡面有打出來 那個是 《治病法》裡面 不允許中國大陸有什麼司法機構 在香港去 搞一個開關 這個不允許的 你看 他通通都違反了《治病法》 我們反對沒有能力的話 很多人的做法是怎麼樣 跟你切割 希望 起碼在一個身分的認同上 不跟你一起 嗯哼 這個編發很清楚的 特別是有年輕人 他訴求的很簡單 要制搖 這個全部都是 規範香港人的制搖 好了 他沒能力反抗你 我起碼在身分上的認同上 跟你切割 他不是從那個書本裡面 可能 如果我們探討起來 變成是一個 因為身分認同 原於那個是文化的認同 他不想這個問題 那個是 可能是我們會想這個問題 是 但是年輕人很簡單 就是因為我不想 給你控制 給你摸對我的制搖 他可以做得到的 就是我的身分的認同 所以你看很多現在 以前沒有跑出來的 香港獨立 都主張 都是年輕人 是 你看 主張香港獨立的 很多都是年輕人 不是我們節輩的 嗯哼 我們跟他有一點區別 在這裡 換句話說 台灣民眾不要以為 香港的事只會發生在香港 其實現在就慢慢的發生在台灣 你看 現在台灣人有一個市議長 提出一個兩個一家親 我們先要搞清楚 他怎麼會有這個想法 嗯哼 我剛才說 身分認同 源於那個是文化的認同 所以他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有一個很重要的 他也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我老師 舉一個很清楚的比例 美國的川普有沒有跟英國人說 我們是兩人一家親 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台灣人會跟中國大陸說兩人一家親 很簡單嘛 美國人跟英國人 他的文化 沒有中國人